国军要精简援额展开裁军行动 海军陆战队两栖征搜大队要并到陆军里头 特有的虎般迷彩制服也要走入历史了 得穿穿陆军的数位迷彩装 但是让不少退伍挖人不满了 认为韩军陆战队的优良传统不可以消失的 因而向国防部抗议 虽然头发有点花白 身材有点走样 但唱起海军陆战队军歌 雄壮气势 还是和当年一样 爬过天堂路考验 熬过非人道训练 虽然已经是当年勇 但这群退伍三四十年的老挖人难得集结 因为这份他们引以为傲的海陆精神 未来可能跟着国军精粹奏入历史 在亚洲很多国家都在增加陆战队的战力 而且想办法要把陆战队壮大起来 可是偏偏我们台湾现在 反而要削减陆战队的战力 所以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出来跟我们讲清楚 说明白 国防部永固案精简组织 传出下个开刀对象 就是海军陆战队规划并入陆军 两栖蛙人也可能和海龙蛙人合体 两栖蛙人不但以后可能得穿上红色短裤 海陆独特的虎斑迷彩也倾向取消 换装陆军数位迷彩服 假如说国防部不愿意给我们一个很确切的回答 或者说用很勤帅的态度来扑隆我们的话 我们后面可能会有大型的串联行动 军方澄清人事精粹尚未定案 退伍蛙人的诉求会提报讨论 毕竟两栖是台湾少数仰威国际的战力 优良传统一旦变调 对国军历史也未必光荣 记者宏宏正台北采访报道